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我现在这里跟大家道一个歉 我们这边外面好像是在砍树 所以等一下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噪音录进去 假如有的话 真是抱歉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呢是想给大家来做一些私人推荐 答应大家好久的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像podcast啦 有声书啦 用听的 我不喜欢那种干货满满型 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聊天类的生活类的 对我接下来的推荐不喜欢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每个人的品味不一样嘛 还是那句话 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假如不喜欢的话 不听就好了 不用特地来告诉我 首先我给大家推荐两个英语的podcast 第一个的话是我听了蛮久的 confession of twenty something 他把那个twenty something滑掉 看成了confession of a twin rack 大家听名字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confession of twenty something就是二十几岁的自白 其实对他来说 twenty something就像一个什么呢 就像一个twin rack 就是失事的火车 那二十几岁意味着什么 二十几岁通常是刚刚出校门嘛 经济呢开始初步的独立 租房子啦 交朋友啦 个人财务啦 relationship啦 还有一些约会啦 大家很熟悉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一些事情 我最初接触他的时候 我是在我的二十几岁的尾巴上 就是二十九岁的时候 我是开始听的 当时是出于一个纯功力的需要学习一下英语 但是听了没多久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podcast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比较困惑的事情 因为二十几岁是很难啦 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难的一段历程 你会发现呢 其实你并不寂寞 不管你是身处中国东亚 还是你在身处澳洲 或别的一些西方国家 二十几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 从这个podcast当中 我也体会到了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一些对前途的迷茫啦 对未来的困惑啦 还有跟父母的一些局余 跟朋友的一些问题 更常见的二十几岁嘛 大部分是处于这种约会啊 交往啊 或者结婚啊 这样一个阶段 总之是非常的复杂 但又非常的怎么样 激烈 缤纷 缤纷多彩 其实我觉得他用twin rack来形容二十几岁 对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觉得蛮对的 大部分人到二十几岁 都像一个火车世事一样 就每天都很混乱 第二个我推荐的英语podcast 是我最近刚刚开始听的 就是Nigel和Yvelin的Rise to Me You 对我没有念错 是叫Rise to Me You 大家平常见面会说的就是 Nice to Me You 很高兴认识你嘛 他们就把那个Nice改成了Rise Nigel就是大名鼎鼎的Uncle Roger 这个演员本人的真名 他的真名其实叫Nigel 我估计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Uncle Roger 只仅仅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喜剧的角色而已 他本人并不是Uncle Roger 他本人的英语名字叫Nigel 他中文名我一下忘了 Nigel本人是马来西亚华人 读的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 所以Nigel本人中文讲的也非常好 还会讲一点广东话粤语 他是在美国读的本科嘛 然后本人的履历其实也是非常光鲜的 他的爸妈我估计也像我们很多 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亚洲家长一样 是希望他从事一个比较稳定的受人尊重的职业的 比如说像什么软件工程师啦 牙医啦 医生啦 律师啦等等 但我非常佩服他 他也是就从零开始当一个stand-up artist 还有另外一个host Evelyn也是亚裔 然后呢是一个胖胖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也是在英国当一个stand-up artist 亚裔当脱口秀演员的就很少 更何况是亚裔的女生 真的就是凤毛麟角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佩服这两位的 他们的podcast的内容呢 也就是基于亚洲文化 是亚洲人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当中 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呀 或者说一些新的火花呀 也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他每一期podcast都蛮长的 但听下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两个人闲聊 之前跟大家提过的 我不喜欢那种干货满满的频道 我真的比较烦这些 如果想了解一些西方文化 或者亚洲人在西方的一些事情 或者你纯粹的就跟我一样 最初是处于比较功利的 想学好英语 我都推荐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要推荐一个中文的podcast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会推荐什么 我还是要认真的推荐一下不丧 在听不丧之前 我是不听中文podcast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仅仅是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中文的播客节目 那这两位是给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而且我跟他的女主播郝小气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 只在网上联系过 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 最初认识不丧这个podcast 也是因为郝小气在他的节目当中推荐了我 然后有他的一个听友 就把那期节目的链接 贴到了我的那个youtube的一个评论的下面告诉了我 然后我就出于好奇 也想听一下别人是怎么夸我的 点进去听了 当时我对那期节目还有点不耐烦 如果不熟悉他们两位节奏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前面的聊天的部分有点久 在当时我也比较心急嘛 想听人家怎么表扬我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两个人好啰嗦啊 可是呢 适应期过了之后 我真的非常喜欢两位的节目 不夸张的说 非常非常喜欢 变成了他们两个人忠实粉丝 他们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日更来一个马拉松式的日更podcast 我也是一期不漏的全听了 日更节目当中 印象最深的一期就是叫 我们都是沙马特 非常感谢两位主播推荐了一些 非常好的电影 非常好的一些纪录片啊 音乐啊 扩展了我的边界 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一些非常privileged 就是有特权的 和一些非常狭隘的观念 然后我也找了他们推荐的 沙马特我爱你这个纪录片来看 不像也是我就是非常真心实意的 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播客 推荐完podcast的部分的话 我想给大家推荐几本 我非常喜欢的有声书 作为一个有声读物的一个中读爱好者 在喜马拉雅上其实是买了不少 以购专辑我购买了26个 听的也是蛮多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有声书 就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就是《围城》 对就是钱中书先生写的《围城》 虽然我看过好几遍《围城》 但是这本有声书 我还是让我觉得物超所值 真的念得非常好 也让我明白了就是有声书 真的就是一个再创作再创作的过程 是由燕姬轩和白纲主播的 一共56集 我已经反复听了好多遍了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有声读物是 跟大家推荐过 《徐子东细读张爱玲》 跟大家提过吗 张爱玲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徐子东细读张爱玲》 是从学术的学术角度来剖析张爱玲的一生 以及她的作品的一些关节点 让我听了这真的是获益匪浅 因为张爱玲也是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 你不可抹杀的 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你对中国文学史比较感兴趣 对张爱玲的作品感兴趣 我真的向大家推荐 《徐子东细读张爱玲》 还有徐子东老师那一口温柔的上海普通话 非常非常的好听 非常适合睡前来听 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听的张宏杰的作品 《景行演播的朱元璋传》 张宏杰的作品的话 最初就是这本《祝愿张传》 我也是机缘巧合 不小心按到了一个视听 主播景行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 然后我就不知不觉的把第一张视听的听完了 对这个作品还蛮感兴趣的 本身我对我们的历史 就明朝的历史蛮感兴趣 但是也知之甚少吧 就决定把这个专机买下来 在此之前我也看过张宏杰的作品 我看过他的《饥饿的盛世》 对他的印象不坏 我觉得他是在历史书的男作家里 文笔非常好 可读性很强 而这本《朱元璋传》算是超过了我的预期 很多人说他的作品论述不足 就是证据不足 主观的比较多 可我觉得这个不是缺点 中文世界里大家都非常追求一个理智客观中立 但是只要是从你的嘴巴里讲出来的观点 除非你在论述一个事实 只要是在你的嘴巴里讲出来的观点 那不可避免的 他就是主观的呀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一些比较主观的观念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 所以这本《朱元璋传》的话 听下来首先是主播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动人 有词性好听 另外的话 这本书本身啊 我觉得也让我明白了很多 是我身处的这个国家 我的祖国中国 一直到今天的一些政治制度 一些体系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在明朝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而朱元璋的政治遗产呢 其实是一直留到了今天 有时候 看历史也会让人觉得有点伤感 最后我还要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个 就是我女儿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自己听下来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 也是喜马拉雅上的 叫丸子妈妈讲故事 丸子妈妈讲故事 是我对比过好几个讲故事的频道 一些什么妈妈啦 什么姐姐讲故事啦 我听下来觉得最好的一个 首先呢 她不是用那种捏着喉咙 在给小孩讲故事的那种感觉 她就是一个大人的声音 但是非常的温柔动听 丸子妈妈应该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 声音非常好听 配乐非常的优美 关键是挑的故事 我个人也是非常欣赏的 我女儿也是非常喜欢 每天睡觉前都要听三个故事才愿意睡觉 非常感谢丸子妈妈 她对我女儿的中文学习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劳 我也想把这个非常优质的讲故事频道推荐给大家 如果非要讲一点 就是吹毛求疵的 非要鸡蛋里挑骨头挑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丸子妈妈 她的北方口音比较重 就是她所有要加儿话音的部分 她全加了儿话音 当然这也不是她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南方人 有时候有点听了不习惯而已 除此之外 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讲故事频道 以上就是我要推荐的 所有的有声类的分享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这期节目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如果你觉得有谁也需要看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她 如果能顺手关注一下的话就更好了 最后我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祝大家新春愉快 我们下周三再见啦 拜拜